《丙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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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師兄 他住在屏東 屏東縣的鹽樸鄉 他說 他有一個 姓李的 朋友 平常 誤信流言 說狗肉 最為壯陽之身 你看吃狗肉 有沒有看到年輕人去吃的 少對不對 不是沒有是少 都是那個年齡 就是歐里桑的時候 他很喜歡去吃狗肉 為什麼 他覺得他身體走下坡 他想要回復以前 身強體壯的感覺 就會到處去聽 什麼狗 蛇 貓 龜 為了這個 他上山下海都可以 有沒有用 徒增罪業 你看以前還有 我聽說有一個人說什麼 拿那個 虎頭蜂的蜂窩的 裡面的蜂蛹 泡酒可以壯陽之身 一喝 未潰瘍 身體上長濃包 潰爛 性這種 以而傳而的民間偏方 無疑自遭罪業 所以這個理性的心事 他就常常去捕殺野狗 為什麼 他體弱多病 體弱多病 檢查自己的生活作息 飲食習慣 還有這個要去 要去 就醫 要去保養 要去 運動 不是 體弱多病去吃什麼 搞什麼這樣子 然後要多放生 體弱多病的人 起碼要戒殺護生 所以這個 理的心事 常常就捕殺野狗 碰燒以食 捕殺野狗 不用錢 有的人 常常吃狗肉 他想什麼 你們都要去菜市場 買豬肉 牛肉 魚肉 對不對 我不用 我就看我的菜 今天在哪裡跑來跑去 就是他 就去抓 他就不用花錢 所以他抓了很多的狗 而且 他寫了 到秋冬的時候 冷天的時候 他就 以狗肉為飯食 就是我們用白米做飯 他是用狗肉做飯 然後 好酒小菜 三五好友 好像其樂融融 找了很多的酒友 就是在那邊 分食那些狗肉 然後下酒 當下酒菜吃 有的人就勸他 狗 這個忠心的動物 對我們人類 是又忠又義 你不要吃狗肉 就算你現在不能斷絕狗肉 也別吃這麼多 殺這麼多 就有人勸他 我們學佛修行 這個都要注意 一個人從造業到花爆現前 果爆當然在惡道 將來你會墮落山圖 對不對 一個人造業開始到現世爆來的中間 中間會有幾次有人 有事有夢境或者上天提醒 佛菩薩提醒 佛菩薩提醒 一般人不知道我在這裡跟你講 那都有計次的 所以當有人 同修也好 就是給你中眼勸告 你不要做這個壞事了 一次 這樣就一次了 你還不聽呢 你還嫌他煩呢 兩次三次 砰 你就出事了 所以同修你這個都要 要維繫的心 要提醒你 警告你 你就要反攻自行 人家講的這樣也是對的 我這樣做恐怕不好 你常常就要這樣反攻自行 因為什麼 你是學佛修行的人 一般的人剛強難調 不懂反觀製造 學佛修行的人反觀製造 是家常便飯的 一日不止三性無身 對不對 要多省無身 常常看自己的問題 你有這樣叫精進 你有這樣常常看自己的問題 去修改 那就叫精進 有的人做表象 僵化修行很會持續 很會幹什麼 習氣毛病都不改 那假表象修行哪裡有精進 做得跟真的一樣 沒有 那就不行 然後這個李先生呢 他就說了 很不以為然 我也不是全世界第一個人吃狗肉的 別人吃了就平安 我吃就有事 天底下有這種事情嗎 這是瞎說的了 我跟你講 造業做壞事的人 他總要找很多的歪理來支持自己 其實你潛意識去看他很害怕 他沒有拿這些歪理來粉飾太平 來自我催眠 他怎麼過得下去 所以他一定要先把自己 講得糊裡糊塗的 說服自己把自己搞得糊裡糊塗的 偏差錯誤 所以他會講出這種話 然後繼續那樣瘋狂補殺行為 過了十幾年呢 大媳婦要生產了 大兒子的媳婦 大兒子的太太了 生下胖嘟嘟的男孩 但是雙手雙腳 生成狗爪的樣子 通修我已經跟你講過 你殺傷 你殺的人 你殺的水兒 墮胎的水兒 你殺的豬肉 牛肉 魚肉 蝦螃蟹 這些東西 毛毛蟲 蟑螂 螞蟻 打死的蚊子 你只要殺這些生命 或者有人用他的法力 去殺傷鬼或者神 這樣 有喔 有的人有辦法喔 你只要去殺 怎麼樣 他都回來你身上 或者你身旁 這個李先生吃的狗 就變成他的孫子 回到他眼前了 絕對跑不掉 不是在你身上 就是在你身旁 在你身旁幹什麼 報恩啊 所報 要你的命的 所以 這個李先生嚇一跳 心中 非常的疑惑 驚恐 仍然自我安慰 烈根就是這樣 上根利器的人 只要稍微的點花 他馬上就能聽懂 這個是上天跟我講什麼 這是佛菩薩跟我講什麼 他馬上就會去悟 對不對 頭腦硬的要命 烈根的人 鋼強的人 他才會說什麼 他說 也許是基因突變吧 或者那個叫胎記 他的孫子是狗爪 他還說那個叫胎記 你看看 這個人 我一直覺得 這個造業的人 都是一步一步 把自己走到很難回頭的田地 然後 他的第二媳婦 又要生產 生下來 依然是狗爪 那時候他就嚇到了 講了一句人話 什麼人話 果真是上天在懲罰我殺狗的罪業 果真是這樣 他承認了 所以 一定要上天給你講話 講這麼大聲 講這麼重 你才要去聽嗎 修道人臉一片落葉飄下來 他的感觸之 維繫 都能體察天心 忽然之間一朵雲飄過去 他都能知道佛祖的聖意 修道人要這樣 心靈的感觸 要很維繫 感觸力要很強 但是不要敏感神經質 在那邊亂猜亂物 那當然會有另外的麻煩和過失 是不是 所以這個李先生心中猛然 就是懺悔反省 再也不敢吃狗肉 而且聽人家勸 戒殺 以後我不殺生 他就說做不到放生 做不到守戒 起碼你不要殺活的 要戒殺 這個觀念要常常拿去勸人 每天都要吃魚的人 你每天都要吃魚 那好嗎 那你不要吃活魚 你不要去買那個活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不然的話你買一個活的去放 買一個死的回來吃 這樣當然不圓滿 對不對 但是這就是他的 循序漸進 循序漸進的一個善巧方便 所以這家人 覺得他在林裡上殺狗 甚多 大家都知道那一家人 那個誰 都是吃狗 殺狗吃狗的 那大孫的手 你看看 怕死人 他就這樣講 搬家了 他講說他下一代怎麼在這裡生活 有何顏面 人家說你們家都生狗子 很難聽 對不對 你們家都生狗小孩 其實我們很多人 都是動物投胎來的 也許在座各位 在座各位大概都是天上來比較多 但是你看到你的這個習氣毛病 尤其夫妻很容易看 什麼時候容易陷出端倪呢 睡覺的時候 你看他睡覺什麼樣子你就知道 容易陷行 還有他看到他執著的東西 你看他什麼樣子你就知道 比如說他愛吃 愛喝酒 那美食一端上 你看他那個樣子 你喔 五行 有像 有像 或者你看他好色 看到女孩子 看到帥哥 看到那個樣子 嗯 沒錯沒錯 你就看得出來了 所以 就是說 同修一定要記得 你傷害的人 他一定都會來跟你所報 傷害的誤命 傷害的鬼神 他都會來跟你所報 而且報應會作用在你身上 斷惡修善 是學佛的人的機制和根本 你真的要學佛修行求解脫 你現在要斷一切惡 什麼惡事都別在做 你才不會竹籃打水一場空啊 修一切善 一切善得去修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